转眼,我们就慢慢的进入了人到中年的时期,人到中年,是我们人生的一个关键期,在这个时期,我们上有老,下有小,很多事情,都需要我们把握,我们做主,我们成了家里最不可或缺的顶梁柱。 所以,在这个阶段,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三点,第一,人到中年,做人别混,一个人做人做事,总想混,是很可怕的事情。 特别是人到中年的这个阶段,我们经历激情似火的年轻时代,到了中年这个年龄,我们似乎有了一定的资历,有了一定的能力,但也有了一点发牢骚资格。 于是,在有些时候,我们对工作似乎也不那么上心的了,总想做一天和尚,敲一天钟,这样的消极思想,和可怕,很容易让我们一致消沉,长时间下去,我们必然会陷入十分消极的一种状态。 如果我们抱着婚的思想,那么,我们做事不想好好做,有点利益,我们就想的,是不关己的时候,就高高挂起,每天的日子过得没有激情,没有上进心,有的人,甚至都有了以老卖老的表现,这样消极的工作状态,这样混日子的做法,必然会让我们自己的工作失去色彩,自己的人生观也会变得消极。 自己的工作,似乎也没有多大成绩的了,所以,人到中年,有了混的思想,我们一定要及时克服,去消民调,不然的话,会给自己的未来,带来很不利的影响。 第二,人到中年,做人别混,混蛋和混蛋是有所区别,混蛋指的是一个人做坏事,胡搅蛮缠的,好人厌恶,而混蛋往往指的是做人糊涂,很多事,都不明事理,稀里糊涂,完全不放在街上。 人到中年,如果我们做事还是那么混,那么稀里糊涂,那么,我们就没有办法成为单位,或者家里的中间力量。 单位不想依靠你,就会把你变圆框,你从此就失去了上升或者发展的机遇。 家人对你不放心,不会对你产生信任感,自己在家里的地位,也不会那么重要的了。 所以,人到中年,我们做事的事情,要有清醒的判断,要有头脑,不要啥事情都稀里糊涂,啥事都可以,我们要懂得该果断的时候果断,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时候,我们就放在一旁。 一个人,如果能够正确处理好,自己和自己身边的事情,并且能够经济为家里人,排有劫难,而不是稀里糊涂的,让人不放心。 我想,一个人到中年的人,所要做到的基本要求。 第三,人到中年,做人别婚,人到中年,是一个很成熟,很有个人见解的年龄段。 在这个阶段,我们大部分人事业有成,有的,甚至个人财富,个人魅力,都处在最理想化的状态。 而这个时候,也恰恰是我们的婚姻,最容易出现状况的时候,难道,身边可能会有一些喜欢财富的年轻妹子? 像蝴蝶一样,在我们身边偏偏起舞,女的,也可能会对自己尽如此水的夫妻感情有了看法。 寻找刺激,或者受不了诱惑的,都可能让人到中年的我们,昏了头,从而踏进不该踏进的情感沼泽地,难以自拔。 这时候,如果其中一方发现了问题,就可能引起夫妻关系的恶化,有的,甚至会造成婚姻关系的破裂,从而让家庭四分五裂。 这对家里的老人,特别是家里的孩子,会造成很大的伤害。 所以,人到中年,我们在面对情感的诱惑时候,千万不要一时头脑发热,而一时昏了头,从而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。 人到中年,我们应该更加睿智,更加明理,也更加举重弱心了了。 很多事情,我们都能够知道,如何进行最好的处理。 很多时候,我们也能够对即将发生的事情进行预判,从而做出一个中年人所要做出的清醒而正确的选择。 所以,人到中年,别婚,别婚,别婚,也许,才是我们为人处事中最为重要的三条法则吧。 朋友们,你们觉得呢?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